這一個小時的全球現場 來關注的就是長榮貨輪了 長四號目前還是卡在 蘇伊氏運河上面 目前的最新動態是如何呢 把時間再給若移 好 我們之後來看到 長四號卡在蘇伊氏運河以來 在各界挖除泥沙努力拖船之後 長四輪終於是在當地時間 27號的深夜出現了 大幅度的進展了 根據一名怪手司機 他在推特上面發文說 船終於動了 雖然只有移動了17公尺 但是是一個好兆頭 那麼拖船們都在歡欣鼓舞的鳴笛 那麼他也在他的推特上頭 附上了一個45秒的影片 畫面當中也響起了現場 有此起彼落的鳴笛聲 感覺上大家都滿開心的 怪手司機還指出 現場風勢滿大的 海水也有漲潮 他透露當地官員相當有信心 會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之內 讓長四輪來拖潛 另外英國媒體也報導說 長四輪向北移動了17公尺 那麼這個重量達到22萬噸的 長四輪經過了多日的清淤 拖船搶救等等工作之後 蘇伊士運河管理局昨天也表示 他的船尾還有船舵已經可以運作了 發動機也可以開始運轉 不過因為現在水位還算很低 在場救援的荷蘭海上救助公司就表示 長四輪有機會在這個星期來脫困 另外這個運河管理局的負責人 也透露說強風似乎不是 長四輪擱潛的主要原因 因為原本一開始是傳出 長四輪在23號上午的時候 是從紅海北向進入了 蘇伊士運河 在河口南端六海里處 當時是說疑似遭到 瞬間強風吹起 所以造成了船身 偏離了航道意外觸底擱潛了 但是現在運河管理局就指出 強風還有天氣因素 並非這一艘貨輪擱潛的主因 有可能是技術或是人為失誤造成的 那麼昨天美國總統拜登也已經說了 美國政府正在研議要如何出手來協助 他對記者是表示 我們美國有多數國家 沒有的設備還有能力 正在看能不能幫上什麼忙 還有一名不願意聚名的美國官員 就透露說美國海軍 準備要派遣一支專家團隊前往運河 但還在等當地的政府同意 好 另外一個焦點要來看到 昨天是緬甸的軍人節 但是軍警卻在街頭 殺害手無寸點的抗議民眾 甚至包括了無辜的兒童 死傷人數也創下了新高 那麼英國 美國 法國 還有歐盟以及聯合國 都紛紛發出了聲明 要求緬甸軍政府 立刻是停止用暴力來對待平民 緬甸軍方從今年的2月1號 發動政變以來 是血腥鎮壓了這些抗議的平民 昨天27號是緬甸的軍人節 所以軍方是在首都奈比多 進行了閱兵的活動 那麼抗議人士也選在昨天 在全國各地 進行了大規模的街頭示威活動 緬甸的國營電視台 就在前一天的晚間 發布了軍方的訊息 警告這些示威者說 如果你們要上街的話 可能就會從頭部或是背部槍殺 但是這些示威民眾是無懼警告 仍然是在全國各大城市上街來抗議 那麼軍警就持續的大規模 以武力來鎮壓他們 根據地方媒體的報導 瓦城至少是有29人遇害 當中包括了一名5歲的男童 還有獨立媒體今日緬甸就指出 在陽光至少是有24個人遭到殺害 那麼根據今日緬甸統計 昨天一整天是已經有91個人 在鎮壓當中身亡了 緬甸的安全部隊 昨天這樣子的殘暴鎮壓 還有這些示威抗議者 全部加起來一共是達到殺害 達到了114人 包括有數名的小朋友在內 也成為了軍方 2月1號發動政變以來 最血腥的日子 那麼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昨天軍人節 安全部隊是大開殺戒 也引發了西方國家的強烈抨擊 包括像是英國駐緬甸大使楚閣 就說緬甸的安全部隊 殺害首無寸鐵的平民 讓他們蒙羞 美國駐緬甸的大使 挖伊達也形容 這個血腥鎮壓的場面 真的讓人觸目驚心 那麼軍政府的領導人敏昂來 昨天是在首都奈比多慶祝 軍人節閱兵的時候是表示說 軍方將會保護人民 而且捍衛民主 他又再重申了 會舉行大選的承諾 但是他並沒有透露任何的時間表 根據今日緬甸的統計 昨天一整天鎮壓示威抗議 軍方是在全國各地 一共殺害了114人 也讓這個政變爆發以來 遭到殺害的平民 增加到了超過440人 另外一個焦點就是這個 新疆綿的風暴 3日27號這一天 繼歐盟 英國之後 大陸再度出手了 對美國還有加拿大的相關人員 跟實體實施了制裁 大陸專家是接受了 環球時報採訪的時候 表示說如果相關的國家 還有機構人員依舊不收手 繼續上演國際鬧劇的話 那麼陸方還會持續對相關領域 採取進一步的制裁措施 而且不排除要對 抵制新疆棉花的BCI 也就是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也要納入制裁名單 根據環球時報的報導 針對涉疆議題 這是大陸第二次 對美國來實施制裁了 前面一次是去年的7月9號 美國發動制裁之後 北京就宣布針對涉疆議題 要反擊制裁了美國有4名個人 包括了聯邦參議員 盧比歐克魯茲等人 那麼大陸外交學院的教授 李海東就表示 這一次大陸制裁也顯示出了 範圍有所擴大 因為以前制裁對上是一些政府官員 國會議員 但是現在還涵蓋了 有一些宗教人員 那麼大陸也有學者就表示說 如果美國和其他的西方國家 繼續針對新疆人權議題上 對陸方實行制裁的話 不停止用這樣的方式來干涉 大陸內政的話 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 而從大陸的制裁行動上 也看出大陸不會做出任何妥協 那麼講到大陸 這個大陸駐美國大使崔天凱 他日前接受了大陸媒體專訪時 就被問到說 這個阿拉斯加會談之後 美中是否會重啟 先前關閉的領事館 崔天凱就回應說 捷鱗還需要繫鱗人 希望美方能夠表現出誠意 還有認真的態度 美中的外交高層 在這個阿拉斯加對話落幕之後 北京當局發布的新聞稿當中 就曾經提到 雙方同意將本著對等 還有互惠的精神就便利彼此 領事機構跟人員活動 還有媒體記者相關活動 來進行交談 那麼大陸央視就透過視訊 來專訪了崔天凱 主持人就問他說 這是否意味著 先前關閉的這個 大陸駐休斯頓的總領事館 還有美國駐成都的總領事館 離這個開放不遠 還有這個大陸媒體記者 在美國受到一些限制 是否也會開始逐漸的放鬆呢 崔天凱就回答說 這個關閉總領事館 還有限制外交人員的活動 打壓大陸記者等等的一些問題 都是美國挑起的 他說有一句俗話說 簡鈴還需信鈴人 當然所有這些錯誤的限制 美國做下的這些錯事 都應該得到糾正 那麼大陸希望美方 可以表現出誠意 表現出認真的態度 而被問到這個美中關係 會朝哪個方向走呢 他則表示大陸的目標 就是要盡最大努力 讓他朝健康穩定的發展方向走 講到這個大陸來看到 有200多艘的大陸船隻 持續的集結在南海的 牛二郊附近 引發了菲律賓強烈的不滿 北京特區雖然表示 這些船是暫時躲避風雨 但是美國媒體就引述專家說法 表示就是在牛二郊 進行的這項部署 已經至少一年了 牛二郊在哪裡 是位於南沙群島的海域 在菲律賓巴拉望島以西 那麼大陸菲律賓還有越南 都聲稱擁有它的主權 長期研究南海議題的 前菲律賓最高法院的法官 皮卡奧就說 這個可能是大陸佔領 和建立海軍基地的一個前奏 他很擔憂1995年 美濟礁的事件會重演 那麼卡皮奧就表示 1995年時北京剛開始也說 只是要在美濟礁建設 一個漁民的避風設施 但是現在美濟礁 已經是他們的空軍 跟海軍的基地了 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就報導說 引述了華府智庫專家 波林的一個說法表示 使用大批的民兵船 已經成為北京控制 南海水域的一個關鍵策略部署 而在牛二郊進行的這項部署 已經至少一年了 似乎就是未來要控制 這個九張群礁周圍的水域 那麼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教授 艾瑞克森在外交政策的網站 就投書 也是以牛二郊周圍 200多艘的船隻當作開場 闡述了大陸南海軍事化的 野心跟戰略 艾瑞克森就說了 這些船隻都帶有武器不容忽視 尤其在大陸忽視了國際法規 又威脅到鄰國主權的時候 美國跟美國的盟友應該要嚴格審查 大陸的一言一行 那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 在北約總部發表演講的時候 也批評北京在南海實施的軍事化 威脅到了南海航行自由 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就回應說 南海軍事化的帽子 扣不到中國的頭上 那麼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是在26號抵達了伊朗首都德黑蘭 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 並且在27號跟伊朗簽訂了 為期25年的雙邊合作協議 範圍涉及了有政治戰略 還有經濟的合作 但是具體內容 雙方其實並未對外透露 不過在美國對伊朗實施制裁之際 這個美中較勁的意味 還是感覺相當濃厚 這份文件對於深化 大陸還有伊朗的關係非常有效 協議最初是由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6年的時候訪問德黑蘭所提出的 當時習近平跟伊朗總統魯哈尼同意 雙方要為運輸港口 能源 工業 還有服務領域互相的投資 要建立路線圖 並且會特別針對雙方的私營企業來合作 10年之內將兩國的貿易額增加10倍 達到6000億美元 儘管美國是對伊朗實施制裁 呼籲各國不要進口伊朗石油 但是大陸從未完全停止進口 目前也成為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國 那麼根據統計過去14個月來 伊朗運送大約有 1780萬噸的原油進入大陸 並且在今年1月和2月都創下了 出口的最新紀錄